9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终于过去了 无论是A股股民还是美股股民都度过了一个黑色9月 纵观美股在9月份倒指累计下跌2.3% 标普白指数下跌3.9% 纳指最惨下跌5.2% 科技股在这一轮去泡沫的过程当中损失可谓十分惨重 然而A股股民可能更加的郁闷 9月份上证指数下跌5.23% 深圳城指下跌5.63% 创业版指数下跌6.18% A股市值9月份中发3.78万亿元 以1.7亿户计算 人均亏损2万元 美股涨的时候A股没有怎么涨 美股跌的时候A股却跌得更凶 不过纵观美股股市月度的历史记录来看 9月份确实是历史上最差的一个月份 那么我们现在终于迎来了10月份 10月是否能够有所转机呢 新一轮的企业财报季即将到来 回顾二季度的财报 且盈利好于我们的悲观预期 因此美股涨势如虹 那么这一季能否超出预期呢 值得大家期待 此外虽然目前仍然是僵局 但若美国国会在11月大选之前 仍有望通过新一轮的冠状病毒刺激计划 也将提振股市 最后10月还有一个定时炸弹 就是不确定的大选结果 在周二晚结束的大选首轮辩论当中 没有任何一方占有明显的优势 这让大选结果显得更加的不确定 同时 每次大选的10月份 还有一些重大事件 俗称10月惊奇 那么今年会有吗 当然了 想要10月份美股涨得好 大前提是疫情在这段期间不能够强力的反扑 无论如何要脱离黑色9月 迎来10月份了 祝大家在2020年最后的三个月投资顺利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